大家好,我是安家西班牙的知识科普园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多重效应公共收入指数 俗称西班牙保障基本生活收入指数 该指数用来确定在西班牙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 自2004年以来 它被用作分配援助、补贴、社会福利、 失业金以及住房补助的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 西班牙非盈利移民和投资移民的经济能力要求 也是通过该指数计算的 有时,我们会将该指标数与最低工资指数混淆 最低工资指数主要是针对工资收入设定的基本数值 那么,与西班牙保障基本生活收入指数有关的补助有哪些? 1.解雇赔偿和失业金 2.免费法律援助 3.住房补助 4.经济适用房民卡 5.变费补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历年的指数演化 如果大家注意观察 该指数在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相同的数值 主要原因是2009年起西班牙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直到2017年 普遍认为西班牙已经走出经济低谷 政府才有急于小幅上调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的年指数为6948.24欧元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西班牙非盈利移民居留续期 主申请需要提供的经济能力证明就是该数字的四倍 同时,因为续期的居留为两年 数值需要再翻一倍 即需要证明有55,585.92欧元的经济能力 这期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期分享各种补助与西班牙保障基本生活收入指数计算方法 如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谢谢观看